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月14号星期一 大家好 中共刚刚判处了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 之前我们报道过 在孟晚舟被抓了之后 中共前前后后抓了十几个加拿大人 我当时的观点是这样 我跟其他的这些大V们或者中V们小V们 反正这些V们不太一样 我认为这十几个加拿大人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孟晚舟抓的 有一部分不是 当时我认为首先来讲 康明凯还有后来抓的Michael 跟金人关系比较好的 这两个是跟孟晚舟有关 其他的像有一个女士 好像20多岁在中国教书的 当时我说 我说我觉得她被抓就是因为签证问题 我认为1月1号之前她会被释放 结果她果然被释放了 元旦已经回国跟家人团聚过年去了 那个人我觉得不如我说 所有人都应该承认她跟孟晚舟没关系 就是已经释放了 当时还有一个人 就是关于一个加拿大的毒贩 叫谢伦伯格 我当时说 我说要看首先她是真的贩毒 还是说是被栽赃陷害 就是说她本来是一个在中国搞慈善的 然后中国政府栽赃陷害她 说她是贩毒的话 这个就跟孟晚舟有关 如果不是 如果她真的贩毒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今天她被判处死刑了之后 有人就问我 你觉得她被判死刑 跟孟晚舟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她之前这个人 她是2014年的时候 在2014年 她企图将222公斤 也就是说差不多 就是222千克的一个冰毒 她装在汽车轮胎中 从大连走私出境到澳大利亚而被捕 她是一个加拿大人 但是她是把中国的毒品卖到澳大利亚去 然后是2014年的时候被捕的 2016年的时候 当时大连中级法院判处 她15年徒刑的和1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然后到了2018年 就正好赶上孟晚舟这个事件 然后最高法觉得她判刑的太轻了 发回重判 重判之后改判的死刑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重了 15年和15万的罚款有点轻 然后判到死刑的有点重 我觉得就是说 我当时认为她如果发回去改判成 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无期徒刑 我觉得这个就说得过去 但是如果判死刑 咱们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 在中国好像是卖超过50克 还是500克 就应该判死刑 就是说以她卖的毒品的重量来说 如果是222公斤来讲的话 在中国 这个是足够是卖 判死刑没有问题了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判死刑呢 我觉得当时可能跟加拿大关系好 还是跟对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说之前的判太轻 现在判太重 我觉得这么说 当年判太轻是因为跟加拿大关系好 现在判太重的 一句句话是因为孟晚舟事件的跟加拿大关系不太好了 但是按道理说 按照中国刑法来讲 她贩毒的重量来讲 本来就应该判死刑 当初就不应该 你能跟加拿大关系好吗 不判她 给她判清了 我是这么觉得 你说你说 或者她也当时不是说跟加拿大关系好 她不看国家 这个个人可能或者集团去行贿 去干一些小动作 然后也有可能 可能下入有一些小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说 她我原先以为她是从加拿大卖毒品到中国来 我觉得那个该千刀万剐 你知道吗 我特别讨厌老外弄了毒品或什么 把到中国来卖来 让我祸害中国人 这个就应该千刀万剐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她是从中国 把中国的毒品来卖到澳大利亚去 是吧 但是这个也不行 我们为了澳大利亚人民 我们也说你这种行为也是应该 就是说该枪毙 也是谴责 你不能说 就是说外国人 把外国毒品卖到中国来 祸害中国人 我们就说这该枪毙 然后如果从中国把毒品卖到国外去 祸害外国人 我们就派手称快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这不是一个媒体的行为 所以她这个还是该怎么判 应该怎么判 但是有一点 我现在基本上 我得到了消息 认证了 就是说所谓的说 这先登伯格是去中国做慈善的 然后是被中国政府 在当陷害他贩毒 这个是不对的 这哥们是真的贩毒 他是一个真的毒贩 然后这个数量也没有问题 这个数量里面没有瞒报和虚报 但是由于前面判得太轻 现在判得太重 我承认他干孟晚舟案是有关系的 这哥们也是倒霉 如果前面没有孟晚舟这件事 我估计他是不至于判死刑 现在判了死刑 以中共来讲 之前我说过了 对吧 12年 14年 16年 都有过 有什么日本 澳大利亚 各个不同国家的人 在中共贩毒判了死刑 虽然各国政府都严重交涉 但是最后都执行了死刑 判了死刑 也执行了死刑 谢林温这哥们估计 按照中共以往的套路来讲 这哥们看来是没牌了 就是死定了 我对此也是觉得他非常的不幸 我就经常说的 中共是个大茶几 上面摆满的悲剧 现在又多了他这一个 本来也没有孟晚舟 这哥们可能死不了 可能蹲个15年牢回加拿大了 以加拿大来讲 我估计他在中国蹲15年牢 回去加拿大对毒品业比较宽松 觉得这根没事 回来挺好的 可能就放了 以前台湾他们在中国诈骗 不也是吗 如果要在中国就判了10年20年了 到了台湾可能居一个几天 然后交点钱保释 然后就放走了 就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这点来讲 说实话 我对此也是有点不太满意 咱们就是说 咱现在把孟晚舟 什么这些事跑一边 你包括台湾人 在中国诈骗来讲 你台湾判的有点太轻 就是说有的时候 台湾就说 你大陆你不行 你怎么能这样 你抓了我们台湾人 你不给我们放回台湾来 你自己审了 然后你自己判 你自己关 你这个是欺负台湾 我承认大陆这么做是不对 但是台湾你做的也不对 所以在这我觉得 我应该秉证的中立客观 就是说两边都混蛋 大陆就是说 把人台湾人抓了 你说你不给人家 你自己判了 自己关 这个是不对的 你台湾人 你判这么轻 也不对 因为你有一些台湾骗的 在中共真的是骗的 人家是家破人亡 对不对 真的骗到人家 就是有的上吊自杀 有核农药自杀了的 对不对 你台湾 你好歹你关个一年两年 哪有说你关个几天就给放了 你对不对 你也是让人家怎么说 你做这种事也是亲者痛 愁者快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要按大陆的受害者来 就觉得如果大陆把他们抓了 把他们判了 作为受害的家属来讲 从心里来讲是愉快一些 是吧 毒品在全世界造成的这种死亡 这种枪杀 这种各种的暴力的犯罪事件 是比比皆是 对吧 这么多年来 前两天美国总统川普 在白宫讲话也谈到了 就是说从加拿大 每年发生这些毒品 在美国每一年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就是说他说 从南美还是加拿大 从南部 我说错了 从南部 从北部 从南部 从南部边界 咱也别说哪个国家了 从南部边界进来毒品 川普的认为 就是说他这一年 从南部边界进来毒品 在美国造成的死亡 已经超过了 就是要见个强 不是朝鲜战争了 对 就是死伤超过了 越南 越南战争 还是朝鲜战争 越南 越南战争 超过了越南战争了 我相信川普敢在白宫 这么说 他是有数据保证的 所以我选择相信他 对不对 在中国 我们是亚骗战争以来 毒品给我们造成了多少的伤害 大家心里有数 我还是这句话 这个事是不是跟孟晚舟有关系 是有关系 但是你来贩毒 我实在很难 我发的内心 我很难替你 说一句话 那么我希望 加拿大政府跟中共交涉之后 我觉得这哥们最后判一个死缓 或者无需徒刑 因为这哥们还可以上诉 他有10天的时间还可以上诉 上诉的话 我觉得如果判到一个死缓 和无需徒刑的话 从我来讲的 我觉得 我认为是公正合理的 因为222公斤的冰毒 这个不是个小数目 判个死缓或无期 我觉得完完全全说得过去 然后咱们最后看 因为这个事在加拿大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对吧 加拿大政府对此也是非常的不满 当然从加拿大政府来讲 他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 认为这个事跟孟晚舟有关系 对吧 那么我们不知道 最后就是说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交涉之后 这个人最后是怎么着 咱们后面看 好吧 所以呢 我觉得 算了 我不说 因为大叔还有越要来骂 讲到这儿得了 好吗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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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